我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求求你放过我 乖 做得这样 我保证我快来 对不起一番 我不能家里你了 战家小少爷战一番 今天结婚 却惨遭新娘放鸽子 妈咪 你为什么丢下我偷偷跑回 韩宝怪 我过来是找你爹地的 我不管 我也要一起找爹地 好了好了 行 那声音是什么 当年的那个男人究竟在哪儿 别出事 上车 他们在前面 快追 上车 你 我中毒了 宝 吸出来 醒醒啊 别装死了 不会真死了吧 算我倒霉了 再帮你一次吧 我没钱丢失的时候 怎么会在她身上 少主对不起 我们来晚了 快 五年前 我被人设计下药 是慕容儿做了我的剂药 是我还在那个手丢 那 怎么会活得吃完 把刚才那个救我的女人 找出来 是 阿絮 你快来进场 我们的女儿被绑架了 妈咪 我下飞机了 快来接我 威蓝 不好了 叶寒那小子 拿了我的护照 跑回国了 这臭小子 这臭小子 占小曼绝对不能出事 他说我在给占旭的唯一筹码 救救你 别伤害我女儿 占旭呢 让他让我滚出来 阿絮 你快救救小曼 放了小曼 我还能放你一条生路 放心 我不会让小曼有事的 战旭 你怎么收购我公司 派了一无所有 今天我要让你女儿 跟我一起也死 爹地妈咪 我害怕 快来救救我 战旭 我尿体 麻烦让一下 战旭 我尿体 麻烦让一下 去去这 这里是公共厕所 你们拍戏 也不能堵在公共厕所 麻烦让一让 麻烦让一让 让一让 是他 臭小子 给我过来 妈咪我尿急 不好意思 可以让一下吗 我儿子尿急 想去厕所 滚 小哥哥漂亮阿姨 救救我 闭嘴 你家人拍戏 对小孩这么凶吗 不想死的 给我滚开 滚 好 我们这就走 别跑 老子桃给我杀了你 妈咪 漂亮阿姨 妈咪 妈咪你没事吧 吓死汉堡了 别担心 妈咪没事 太阳阿姨 谢谢你救了我 小朋友 你有没有受伤啊 谢谢你们救了他 小满 你留在这儿 妈妈陪着你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嗯 走了小满 回家 臭小子 回去再跟你算账 走 妈咪 漂亮阿姨和小哥哥 能不能不要他们走 你想让那狐狸精和臭小子 回来抢你爹地吗 你要是跟人家一样 是个男孩 我早就当上 战家的女主人了 为什么别人家的妈咪 都很温柔 你真的是小满的妈咪吗 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你妈咪啊 走 回家 妈咪 我们什么时候找爹地啊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嗯 我不记得了 啊 你能不能做个 靠谱一点的大人 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该怎么找爹地啊 谁说没有线索呀 我有他的信物呀 妈咪这上面又没有刻字 我知道这是谁的东西啊 算了算了 试试我新研发的软件 看看能不能查到 叶小姐 站下招聘钢琴老师 需要上面教学 请问你有意想吧 京城只有一个站脚 不会跟 战亿凡战性带鼓吧 抱歉 我需要考虑一下 软件查验结果 主婚跟战家有关 我的爹地肯定是战家的某个人 妈咪啊 找爹地需要一大笔资金支撑 你可要努力赚钱 我可不要爹地没找到 见过小乞丐了 行行 你明天就陪我去应聘吧 好耶 妈咪 我话还没问完呢 我想找爹地了 我也想找啊 但不可能下一秒 出现在我面前吧 你是昨天机场小满的爹地 这么快 我们又见面了 妈咪 这是不是叫转角于大 别胡说 战先生 你可以放开我了 叶小姐带的这条项链 看着有点眼熟啊 阿絮 你们在做什么 漂亮阿姨小哥哥 别过来 书上说了 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 我不需要哟 少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 你好 我叫叶薇兰 是于校长推荐过来的钢琴老师 阿絮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回来拿本书 小满 新的钢琴老师来了 你要跟他好好学 可不能办法废 都是小满 是妈 阿絮 你去忙吧 这里有我呢 叶老师 我女儿的钢琴课 就交给你了 多谢战先生的信任 你被辞退了 我妈咪都还没开始教 怎么就不合适了 我说不合适 就是不合适 像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 打着钢琴老师的名义 来勾引阿絮 拿着这些钱给我滚 慕小姐 我不喜欢别人用过的奶 我嫌脏 还帮我们走 小妹妹 和你妈咪一点都不像 有空还是做一个亲子鉴定吧 小屁儿胡说什么呢 妈咪 我喜欢飘儿阿姨 你能不能不要赶他走啊 我会给你重新找个合适的老师 一周后你爷爷的生日宴上 你必须讨他欢心 让他同意我嫁进战家 你听没听见 听没听见 好 你说说你 要是个儿子该多好 为什么别人家的妈咪 都很爱自己的孩子 可我的妈咪却不爱我呢 叶老师 韩宝 叔叔你是知道下雨了 特意来接我和妈咪的吗 你们去哪里 我送你们 不用了 我们约了车 喂 什么 车泡毛了 现在你们可以上车了 妈咪 韩宝肚子好饿 那就麻烦战先生你了 走吧 抱歉 把你的车弄湿了 湿了 就湿了呗 妈咪 你怎么这么紧张啊 我 我没紧张啊 叶小姐 你这项链 让我看看 我可以看看吗 叔叔这是我爹地的东西 怎么是你的 你爹地 他人呢 死了 这是他留给我的遗物 不好意思啊 姐爱 妈咪你骗人 爹地才没有 大人说话想还别插嘴 张先生 今天谢谢你了 只是我担心 张太太会误会 我都没结婚 哪来的太太啊 那 小满的妈妈是 啊 柔儿 她就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妻 湛叔叔 那个坏女人 竟然是你的未婚妻 你眼光也太差了吧 为什么这么说 那个坏女人 不仅把我妈名辞退了 还拿钱羞辱我们 那我就重新请你们回来 怎么样 张先生 谢谢你看得起我 但是 这份工作 我不稀罕 韩宝 我们走吧 妈咪 爹地的指环呢 我取下来了 我怕弄丢 还是带着嘛 我怕错过了 错过最好 别让我找到她 不然我非得打断她两条腿 叶维兰 你居然有脸回来 一凡 别喊我一凡 五年前你逃离我 跟一个野男人私奔 现在回来了又想跟到我小叔 你谁啊 麻烦你对我妈咪尊重点 妈咪 这就是你跟那个野男人的孩子 我年轻我长的男人并没有睡了 叶维兰 他的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姐姐 你都有孩子了 怎么不告诉我们 你们 结婚了 对不起姐姐 妈妈说婚礼不能没有新娘 所以我就替你嫁给了一凡 那你解释一下 五年前婚礼那天 你说 战一凡在酒店上面等我 可我进去后就被人打孕了 他根本不在那里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没有 姐姐 你是不是因为我替家的事情生气了 我跟你道歉 你的道歉 我们也太没诚意了吧 你左边脸还没删呢 叶维兰 你别太过分了 你别说我妈咪 兮兔崽子 战一凡 战家的家教没教过你的孩子 小叔 战旭 居然是他小叔 战先生 麻烦你好好管教自己的小侄子 小叔 他欺负了海棠 不能让他就这么早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要你给海棠道歉 好啊 姐姐你要干什么 你敢打我 这下两边脸都补齐了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既然已经到我墙 叶小姐 我送你回去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应该不会跟小孩子计较 对不对啊 要不小心才打了 这一凡 他打我 你就这么让他走了 你给我闭嘴 我护着你 你只是想让叶维兰低头罢了 叶维兰 你给我等着 喂妈 叶维兰回来了 他要给我抢一凡 战先生 刚才 谢谢你 你别误会 我单纯为了小马 希望你能重新考虑一下我的体验 不好意思 我拒绝 妈咪别冲动 生气会生气 钱还是要赚的 战叔叔 我妈咪他不懂事 这件事还是我跟你谈吧 行 战先生 请自重 不欢迎啊 以为了 战亦凡 在跟你订婚之前 就跟叶海棠上过床 我劝你不要吃回豆草 潘宝 下次见 拜拜 原来他们 早就背叛了我 我真是个傻瓜 爹 你能帮我把叶老师重新请回来吗 为什么 爷爷生日快要到了 妈咪还没找到钢琴老师 我怕没时间练习 爹 你就帮帮我嘛 好 不过 需要你的配合 怎么配合 嗯 OK 包在我身上 天儿阿姨 你还记得我吗 小马 你吓死我了 爹爹老师来了 爹老师好 请坐 我不坐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会当你女儿钢琴老师的 请你别再纠缠我了 小马 漂亮阿姨 你是不是嫌我笨 所以不愿意教我 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就是答应到我的老师 我 嗯 小马 我可以教你钢琴 但是 我只教一个星期 谢谢老师 你未来 只还的是 我们来日方长 但是呢 你妈咪应该不会同意的啦 跟她无关 你是我请的老师 从明天开始 你就过来教小马 你去哪儿 我送你 不用了 谢谢 小马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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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回来的 爹地 英雄救美的计划了 快上 妈 别叫我妈 我没你这种丢人现眼的女儿 给我跪下 我没做错 为什么要我跪 你还敢顶嘴啦 你在干什么 你给我跪下 妈 您这样当今竟然对我动手 你不怕这样给人家丢脸吗 我教育自己的女儿 我丢什么脸 我帮要几个 一凡 是海涛的丈夫 你休要抢走 原来 你是为了叶海棠 才来找我 明明我们都是你的女儿 为什么 从小到中 你只偏心她 看你翅膀硬了 还这样对我说话 叶夫人 当众动手胆 是不是有事风度 叶夫人 当众 是不是有事风度 起来 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 叶威蓝 你还要脸吗 连一凡的小叔都要勾引 他站一凡 都能爬上小姨子的床上 为什么我不能当他小婶婶 你 抱歉啊 站走 都是我 叫你无方 你可别被他骗了呀 当年 他跟人私奔逃婚 放了一凡的鸽子 所以一凡才去了海棠的呀 逃婚是我的错 湛先生 如果你后悔的话 可以辞退我 我什么时候后悔 你和湛云凡的事情 跟我无关 我只知道小婉喜欢你 谢谢湛先生信任 我们 明天见吧 谁让你走了 走 跟我回家 给海棠道歉 注意啊 叶夫人 他现在是我女儿的老师 你最好客气点 湛先生 谢谢你送我回来 你当真 想到湛云凡的小婶婶吗 妈咪你回来了 妈咪你回来了 哇 他怎么越看越笑 那天晚上挟持我的男人 非礼无事 非礼无事 这种画面 我一个小孩子 可看不了 韩包你别误会啊 我们就是刷在一起 什么都别说了 我懂 你懂什么 谁教你这些的 就是妈咪经常看的那个 幸运前妻啊 岳小姐看书的品味 还真是独特 湛先生 时间也挺晚了 你该回去的 慢走 不算了 您讲 湛家现在是什么 阿猫狗都能进来了吗 她是 小满小姐的钢琴老师 什么老师 我早就把她辞退了 赶紧把她赶出去 妈咪 不许对我的老师不客气 岳老师 我们走 湛小满 你是不是想造反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她赶出去 顾小姐 你没有资格赶我走 我没资格 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我没资格谁有 你只是湛先生的未婚妻 还称不上什么女主人呢 你 来人 快来人把她赶出去 你干什么你们 放手 放手 我看谁敢动她 她是我请来的老师 只有我有资格 可是 闭嘴 湛家的事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 去说话 他们 没对你怎么样 没事 那就好 要不就是 我招待不着了 岳老师 你快点叫我钢琴吧 年月生日快要大了 今天的事情 下不为例 叶威蓝 你看我下次怎么教训你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要是 您邀请小哥哥和您一起 去参加我爷爷的寿宴吗 我是没问题了 但是 叶寒哥哥不喜欢去太多人的地方 那你可以邀请他来吗 求求你了 我真的很喜欢叶寒哥哥 好吧 我试试吧 谢谢老师 是个女孩 我的孩子呢 对不起 叶小姐 你生了个死鹰 医院已经把你处理掉了 怎么可能 我刚刚听到太阔了 肚子里还有一个 叶威蓝 别想了 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叶威蓝 你最好老实点 不要妄想勾引阿絮 你哪只眼前看见我勾引他了 没有的话 他为什么特意请你当小满的钢琴老师 还这么维护你 我怎么知道呀 不如你自己问他吧 对了 我觉得你还是问小满好一点 因为 是他自己说 要我当他钢琴老师的 你别以为小满喜欢你 你就可以猥琐一尾 我才是他妈妈 你不是 沐小姐 你这样 只会把小满越投越远的 叶威蓝 既然你和小满关系好 那你先帮我照顾他一下 我先出去一下 妈咪 小满 外面有人吗 我被困在里面了 快开门 妈咪 业老师不见了 他已经走了 你骗人 钢琴课还没结束 而且 业老师的手机还在这儿呢 小白眼狼 我养了你这么多年 还比不过一个钢琴老师 是不是 啊 怎么了 爹地 业老师不见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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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有人吗 我被困在里面了 有人吗 外面有人吗 我被困在里面了 啊 有 有人吗 快来 救救我 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去配电视 怎么了 啊 韩宝你怎么来了 是我拿着你的手机 告诉小哥哥的 业老师 你还好吧 张叔叔 我妈咪他有幽闭恐惧症 我没事 不知道为什么 门锁被关了 还听到小满的声音 我可没去过配电视啊 好了 不问了 今天的事情 可能是意外吧 好了好了 都是一场误会 韩宝 我们走吧 今天看在小满的份上 我就放过你 要是小哥哥 我送送你吗 慕柔儿 你最好不要让我知道 今天的事情是你干的 阿絮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不可理喻 那个叶薇兰到底哪里好了 一个两个都护着他 韩宝 小满说 一周后想你参加他爷爷的寿宴呢 不去 无聊 小满说 你不去 他就哭给你看 哎呀 你孩子就是麻烦 好吧 我去就是了 电汇上人这么多 其中肯定有韩宝的爹地 大地 韩宝来了 药师 小哥哥 你们来了 小满 谢谢你的邀请 我家韩宝很少参加夜会的 你带他去逛逛吧 好啊 走 小哥哥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不要 最讨厌娇弟弟的女生了 小哥哥我一点也不娇气 你跟我玩好不好 好吧 小满怎么把这个狐狸精给请来了 他明明是詹亦凡的前卫婚妻 现在又想来勾引阿絮 我绝不能让他得逞 啊 抱歉 不好意思啊 你知不知道我老师是经常著名的芭蕾舞蹈家 你竟然敢踩他 我这双脚比你整个人都金贵呢 你可真有意思啊 明明是你伸出脚的啊 你 啊 我记得了 你是结婚当天跟一男人私奔 放了湛家小少爷鸽子的 叶威兰 你怎么还有脸来参加湛家的宴会 像你这种品德不好的女人 倒是会倒打一耙来诬陷我的学生 道歉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竟然还敢再来湛家给我滚出去 说够了吗 该我了 啊 你 你干什么 我不认识你 你为什么要找我麻烦 难道 是谁指使你的 我看到了 是这个阿姨身脚扳倒了这个姐姐 你 你这个小屁孩 我可是湛家未来女主人 穆小姐的朋友 你竟然敢得罪我 给我等着 是你找的人 不是啊 要是再让我看见你欺负叶威兰 后果自负 是 妈咪你没事吧 叶老师 那个坏女人没有欺负你吗 我没事 你们别担心 叶威兰 你来这里干什么 姐姐 这是小超 我和亦凡的孩子 妈咪 原来她就是外婆说的 跟野男人私奔的阿姨啊 长得真丑 你才丑呢 你全家都丑 爹爹 爹爹 他骂我 没让你说我儿子的 老子 我的客人 你也敢动 小叔 爹爹 他欺负小超 我都听见了 是你口不责言在心 被骂了 哥 小叔 是不是被叶威兰这个女人迷惑了呀 连他的孩子你也要护着 哎呀 吵什么呢 大喜的日子 爷爷 爷爷 一凡哥哥欺负我的救命恩人 是吗 怎么回事啊 爷爷 叶威兰 唆使他的孩子欺负小超 你可得替小超做主啊 哎呀 你这 他不就是你原来那个未婚妻吗 这孩子长得简直跟阿絮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战老爷子 好久不见 祝您生日快乐 别废话 赶紧让你儿子道歉 是你儿子无理在心 我凭什么道歉 还敢拧嘴 哎 果然是有妈生没爸教 好了 我告诉你 战亦凡 你要是再管不住你的嘴 你就撕你舌头 大爷爷 是那个坏女人的错 为什么要骂我爹地 呢 看见没 把我的虫孙子都教坏了 我看你就是存心让我过不好这个生日 孙子没有 爷爷 你消消气 我给你准备了好听的钢琴曲 是吗 你会弹钢琴啊 爷爷太喜欢了 走 跟爷爷弹钢琴 好 嗯 战先生 刚刚 谢谢你 不用开心 小子 你怎么一直盯着我呀 张叔叔 你对我和妈咪真好 要不我认你做大哥 我们以后兄弟相成怎么样 同言无计 张先生 千万别放在心上 小满的感情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先过去了 嗯 爷爷这是我的钢琴老师 你还满意吗 你还满意吗 满意 叶老师 这位就是小满的感情老师 不如让叶老师也上台弹一首 算是送给爸爸的生日礼物 哎呀 你还没进我们战家团 就满口翘着我爸爸 这不太合适 对不起 战伯伯 我听说您很喜欢李斯特的幻想原舞曲 不如让叶老师上台表演 那也要看看 愿不愿 那这样吧 叶维兰老师 你看我这个老头子有没有资格 听你为我弹奏一曲 李斯特的钢琴曲啊 好 那我就为您弹奏一曲吧 哎呦 好好好 但是这首原舞曲要四首连弹 不知道在场有没有人 愿意做我的搭档 五年前叶维兰新婚当天 放了战小少爷的鸽子 跟野男人私奔的事 谁也不知道啊 现在又带回来个连亲生父亲 都不知道谁的野种 我才不想跟他合奏呢 就是就是 这种女人谁战上谁都没 叶维兰 你名声这么差 肯定找不到搭档 就等着丢脸吧 哼 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 做叶老师的搭档 谁知道我有没有资格 做叶老师的搭档 那就麻烦战先生了 妈咪对你不好吗 嗯 超级不好 这么可爱 你妈咪怎么舍得欺负你呢 不过你至少比我好 你有爹地和妈咪 那我就惨了 我可要满世界找爹 小哥哥你别伤心 我有人脉 我可以帮你找爹 那你认识真伪指寰吗 这不是爹地传家宝吗 可是五年前丢了 也就是说 战叔叔极有可能是我爹地 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咪 妈咪 我有事要跟你说 妈咪 我有事要跟你说 等一下妈咪先上个洗手间 喂 蔚兰 我马上要回国谈一桩生意 辛苦你帮我搞定一下Kin Kin 那个有名的神头手 可这位大佬行踪神秘 我上哪找他 我打听过了 他就在京城 到时候我会约他见面 小超 就是他害了你和你爹地伪老爷子骂 想不想给他一个教训 只要你悄悄靠近他 然后再轻轻地一吹 拜拜 去死吧 坏女人 爹地是小超 他又做什么坏事了 我去看看 慢点 爹地汉堡 爹老师摔下楼昏倒了 易薇兰 易薇兰 你怎么样了 张先生 你们怎么来了 妈咪 易薇兰 我的指环为什么会在你身上 妈咪 你怎么会摔下楼梯啊 爹地 易薇兰 要吃的时候受伤了 行吧 把易薇医生喊过来 嗯 阿絮 你没受伤吧 他自己摔下楼梯了 你管他做什么 你跟着去干什么 妈咪 易薇兰 都受伤了 你没有同情心吗 易薇兰 这个女人就是个祸 一回来就抢走了阿絮和小们 喂 我出五百万 帮我解决一个叫 叶薇兰的女 妈咪 你怎么了 叶医生 怎么还没有过来 叶医生 伯伯 我妈咪她怎么了 你妈咪没什么大碍 只是受了点轻伤 张总 我们出来一趟吧 小马柳在这里 和韩帽一起照顾叶老师 我出去一下 马上回来 好的爹地 小姐姐 麻烦你照顾一下我妈咪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小哥哥 你要去做什么 我出去调查一些事情 这个毒 这个毒每隔一周就会发作一次 解药就是战先生您的血 这个毒每隔一周就会发作一次 解药就是战先生您的血 我知道了 妈咪你慢点 别摔倒了 这件事 这件事 暂时帮我保密 不要告诉任何人 好点了吗 姐姐姐 听说你摔伤了 你可别乱说话呀 你敢打我 叶维兰 你是不是疯啊 疯了的是你 既然这是小朋友做坏事 要不要脸了 妈咪 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阿絮你看看他 慕如二 我根本跟你说过 不要再针对叶维兰 把我的话当儿狂疯了 阿飞 带他回去 让他在别墅里 好好反省反省 没有我的命 你还办法 是 还有你 作为战超的父亲 道歉 小叔 你居然 为了叶维兰这个女人 不顾我们 殊之情分了 不要再让我说第三遍 道歉 让我给他道歉 不可能 我们走 你们还没给我 发密道歉 不准走 滚 叶寒哥哥 你的手受伤了 战一凡 你居然敢动我儿子 谁让他当我的路 既然不肯认错 那我就报警处理吧 让警察来处理此事 喂 姐姐 是我没教好小超 看在他还是孩子的分上 就别跟他计较了 你应该让他亲自来跟我道歉 而不是让你来代替 叶维兰你别太 小超 快和你维兰阿姨说对不起 我才不跟这个坏女人道歉呢 这烦 你就是这样教孩子呢 都是你把小超宠坏了 他才会做出这种事 给我的立恩 爸比 你别打妈咪 我道歉就是了 对不起 声音小了 瞪什么 重新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下次不许再这样 知道吗 嗯 这个女人 好像也没有妈咪和外婆说的那么坏 妈咪 我们走吧 詹叔叔再见 詹叔叔 我们明天下午三点奶茶店见面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好 我一定等 汉毛 找我什么事啊 詹叔叔 这是你的指环吗 指环我已经确认过了 就在你妈妈身上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了 为什么这个指环会出现在你妈妈身上 那你先回答我 你喜欢慕容儿吗 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回答我 不喜欢 我对他只有责任 过来 过几天我再告诉你真相 詹叔叔记得要付钱 毕竟我说小孩子没钱 少主 顾史记得总裁 顾少男 愿您三天后 亲面谈生意 跟他说 我会准时赴约的 我有重要的事 忘记告诉你了 韩宝官 妈咪现在要出去 帮你赶紧谈生意了 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 哎呀 还是等亲子亲历呢 结果出来再告诉妈咪好了 叶薇兰 你是不是知道 我小叔在家里探生意 可以爬来供应他 对啊 我就是要供应你小叔 让你喊我小婶婶 我的好妹 叶薇兰 我一直以为你死板无去 我才没碰 没想到你这么缺男人 那我就满足你 把他带到我房间去 你刀不掉的 哈哈哈哈 叶薇兰 你来这里干什么 叶薇兰刚才是不是进了这个房间 好像是的 小叔 你在吗 郑雨凡你叫魂呢 找我什么事 小叔 你看到叶薇兰了吗 他也来这个酒店了 他肯定是来勾引你的 看到了 他在哪 他就在 他就在 什么声音 小叔 我进来了 谁让你进来的 滚 报告过了吗 对不起 战先生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房间 张亦凡追我 我才进来的 我 这就走 少主 故事的人到了 让他去楼下的包厢等我 叶小姐 听在里面等你 叶小姐 你为什么在这儿 我是故事集团的代表 今天来这儿是为了见Kin的 难道 你就是Kin 不不不不 他不是 我才是Kin 什么 你就是Kin 顾少男 你这次 可真是害死我了 没想到 叶老师是故事集团的代表 既然是来谈合作的 过来坐 我 我去下洗手间 哦呀 我终于有Daddy了 我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妈咪 糟糕 我妈咪她出事了 你去看一下 一文篮怎么还没回事 战叔叔 韩宝 你怎么来了 战叔叔 你赶紧救救我妈咪 妈咪怎么了 妈咪在我手机里安装了警报器 之中我们有一个人出事 警报器就会响 刚才警报器响了 她肯定是遇到危险了 少主 叶小姐不见了 已经查过接控了 是被一个黑衣男人带走了 战叔叔求救你 赶紧救救我妈咪 韩宝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妈咪的 全城搜索她的踪迹 一处可疑的地方都不要放了 有人吗 救命啊 有人吗 救命啊 你喊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绑架我 有人出五百万要你的命 小牛长得还挺水平啊 你没事吧 战徐 受伤了吧 卫兰 卫兰 卫兰你醒醒 这不是我的发强吗 难道那个男的是他 你醒了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我的血 你有病吧 让我喝你的血 只要你喝了 我是要给你输血 你是不是觉得 全身无力 有的时候经常头晕 你 你怎么知道 你中毒了 你中毒了 你不要为人送听 我怎么可能会中毒啊 你这个毒 每一周发作一次 你忘了 曾经一个挟持过你的男人 你帮他把毒吸出来 所以 你一开始就认识我了 我再带你吸气我 那 那个毒 应该怎么挤啊 我中了这毒 叶医生救过我的命 所以我体内有抗体 我的血可以救你 那赶紧啊 我可不想死 你后每周一次 拍我这数学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韩宝他发现你出事了 就跑过来找我救你 估计 现在急坏了 是我让他担心了 停车 我到家了 我到家了 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跟你说过的话 你还记得吗 我以为 输一次血就能好了 你的血是不是不行啊 我再考虑一下吧 你还考虑什么 你不要命了 薇兰 原来你在这里 少南 少南 你回国了 韩宝给我打电话 说你出事了 我连夜店的机票回国 你没受伤吗 我没事 你别担心 湛总 你们怎么在一起 湛先生 他就是King 是他救了我 谢谢湛总 救了我家薇兰 你家薇兰 薇兰是我未婚妻 我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叫韩宝 等我那天求婚成功了 一定请湛总做主桌 可是我看 韩宝跟顾先生长得并不像 韩宝 长相随他妈 是这样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爹地怎么走了 本来芝华和亲子监定的事 怎么在这单身 妈咪我好担心你 你没事吧 乖 妈咪没事 我们回去吧 抱歉 薇兰 刚才在湛续面前说的那些话 其实只是想让他离你远点 我不想你跟湛家牵扯不清 嗯 知道了 没怪你 那就好 其实回来路上我查了一下 绑架你的人 就是湛续的未婚妻 慕容儿派的人 你们之间是有什么恩怨吗 我现在在湛续家 当他女儿的钢琴老师 这个穆小姐 以为我想勾引湛续 三番四次地陷害我 我得给他个教训 别以为我好欺负 他以为懒的人找到了吗 已经抓住了 据他交代 这件事是莫小姐指使的 怎么又是他 他到底想干什么 什么 谢威兰白阿絮就走了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你这个废物 谢威兰 你怎么 慕容儿 你是不是以为我真好欺负 你是不是疯了 这什么 叶威兰 你是不是疯了 一级无基酸幸福食物 你再敢害我 我就杀了你 我是湛续的未婚妻 湛家未来的女主人 你敢 对我就是以湛家为敌 要是我毁了你的容 湛续还会要你 你敢 要不要试一试啊 等一下 阿絮 救救我 看在敲满的分上 这件事 能不能交给我处理 阿絮 阿絮 你快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 她又杀我 你对人已经传召了 有胆子买凶杀人 就要有胆子 承担后果 阿飞 带她去警察局 让她好好反省反省 阿絮求求你 别对我这么狠 叶威兰 都是你这个窃女人 自从你来了之后 阿絮跟小满都变了 我就该早点弄死你 小满 小满 你快劝劝你爹地 她为了叶威兰 那个贱女人 走 快跟我去 我宁愿不做你的女儿 战小满 你是不是哥们儿往外拐 一级无稽 酸性腐蚀物 叶老师 我替我妈妈向你道歉 做错的人是她 你不用道歉 谢谢叶老师 叶老师 如果你是我妈妈就好啊 书写的事 你考虑好了吗 还是 你会担心你的卫宫夫吃醋啊 啊 顾少男不是你的卫宫夫吗 哦 是啊 我就是担心他会吃醋 所以我还得回去跟他商量一下 宇宙的时间快到了 别到的时候 哭着来求 我 叶维兰 你果然想勾勇我小叔 喂 叶维兰 已经一周了 赶紧给我来书选 知道了 嗯 嗯 你醒了 你是谁啊 嗯 哈哈 哈哈 张一凡 你想对我做什么 没什么 就是趁你昏迷的时候 在你的酒里下了一点点 能让尖绩林 变成刀 我的药 混蛋 想要吗 那就求我呀 哈哈 那天在军宴 你其实就在我小姑的好家里吧 你说呀 你是怎么勾引她的 你想知道吗 你想说的技术真好 那天 我们在于世 云险云死 呀 啊 啊 江脚不止吃发酒 啊 啊 放开我 啊 放开 啊 啊 放开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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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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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啊 我走 啊 啊 詹云凡 今天的事情 改天再跟你算账 啊 快 去医院 好的少主 我被詹云凡下药了 我不去医院 他就不去医院了 找附近的酒店 也快 你冷静点 叶医生 中了春药又遇上毒发 该怎么办 好 你干什么 别动 不然 我保证你会后悔 好烧 坚持一下 医生马上就过来了 你别走 医院 你冷静点 我不 医院 这是你自找的 难道 五年之前的那个人 是你 站走 我来了 难道 五年之前的那个人 是你 站 我来了 韩宝 你怎么来了 妈咪你怎么了 医生 帮我给他看看 好 妈咪的电话 一直打不通 我担心又有人 对他不利 就顺着定位找来了 刚好在酒店门口 遇见医生 伯伯 韩宝 你跟我来 韩宝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你妈妈中毒了 怎么会这样 谁中毒呢 每隔一周就会发作一次 但是我的血可以救的 因为我的血里有抗体 你要干什么 求血救妈咪啊 乖 去血药用针 站走 叶小姐已经喂过药了 药效也退了 可以开始出血了 不过 他情况有点严重 四百毫升 可能不够 那就到他够用为止 你承受得住吗 我只要他平安无事 占总 还是不够 继续 不行 八百毫升 已经是极限了 那我自己来 占夫夫 韩宝不想让你出事 乖 我没事吧 看叔叔对妈咪真好 这个爹地我认识 妈咪你终于醒了 韩宝 你怎么在这 妈咪你中毒的事情 怎么不告诉我 哼 韩宝生气了 对不起 妈咪不想让你担心 以后有事不许瞒着我 对了 战叔叔呢 战叔叔给你输血后就昏迷了 现在在VIP病床上躺着 韩宝 你干嘛去啊 听说战叔叔的血能救你的命 我再去给你要点血 暂时不需要了 过两天再说吧 你应该不会是守不得战叔叔吧 难道你喜欢战叔叔 我才没有舍不得呢 他现在身体还没恢复呢 现在取他的血不是要他的命吗 好吧 我还是出去给你买点吃的 妈咪肯定说得战叔叔动了心 又不好意思说 后来得我出马了 韩宝 你怎么来了 爹地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怎么叫我爹爹 你爹地不是顾少男吗 笨蛋 爹地 那是我干爹了 也为了 你居然骗我 打开来看看吧 怎么了 阿絮 不好了 小满出事了 小满怎么记手术室了 出什么事了 快说呀 战风 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见你 是你不懂得珍惜 那就不要怪我了 妈咪大伯 你们在做什么 小满 你误会了 我都看到了 你们背叛了爹地 我要去告诉爹地 小满听说你住院了 他想来看望你 结果他下楼的时候 我一不小心踩空了 真的吗 我怎么敢与你在发谎 你这小瓢儿怎么说话的 小满是我的亲女 我怎么会害她呢 阿絮 当时我也在场 小满的事 真的是一辰一碗 最好是这样 要是我发现这件事 跟你有关 你就死定了 你也看到了 战续的一位 蓝的儿子好得不得了 我看他就是想要个儿子 不然为什么迟迟不敢 娶我进门 我不是让你怀孕再生一个 都这么久了 他还是不肯活年 我试过很多办法 他每次都很冷静地推开我 我都怀疑他那方面 是不是有问题 居然能经约五年 这样 我给你一瓶药 让他吃下去 然后再穿得好看一点 就知道他有没有问题了 这不是莫柔儿吗 他旁边的男人是谁 对了 小满毕竟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不用心思受软 战小满居然不是莫柔儿轻生的 这个孩子 你动不得 妈咪 我有东西要给你 小满他怎么了 韩宝 妈咪出去有点事 你在这里看着小满 别让别人进来 说 是谁支持你 杀爱战小满的 叶薇兰 你在这里干什么 站走 穆小姐 这个女人在我们医院闹事 赶紧把她抓起来 怎么回事啊 战先生你来得正好 我亲眼看到这位护士虐待小满 这就是证据 你自己看吧 管闹我女儿 活腻了 阿飞 把她弄走 我让她坐牢坐到死 穆小姐 你快救救我 我可认得你的夫妇 伤害我女儿 居然还有脸 求我救你啊 脱走 怎么不让她把话说完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最清楚吧 战先生 我劝你好好看清楚 你未婚妻真面目 不要到时候被欺骗了 后悔 阿絮 喝完药再睡吧 什么味道 我换了新的香水 别喝 你们不得下药了 简威蓝 这里是战家 给我滚出去 该滚的人是你 你居然敢给我下药 以后 不准你再去战家一步 更不允许你再见小满 阿絮 我是小满的妈妈 你不能这么对我 阿絮 我容认你已经过去了 滚 你怎么了 啊 怎么了 那个味道好奇怪 我好难受 你来帮帮我好吗 啊 你身上有我的血环 给我的感觉又那么熟悉 难道你真的是五年前那个女 占先生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请你忘掉昨天发生的事吧 叶小姐 你有未婚夫 我也有未婚妻 你说 我们这样是不是很刺激 昨晚只是一场意外 我马上就要和未婚夫结婚了 我不想被这件事情破坏 你再帮我查一下 五年前 去阿酒店的事情 少主 五年前那个女人 确实不是慕容儿 至于是不是叶薇蓝 以及她身上 为什么会有您的指环 伤在调查中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当年 是慕容儿廉和您大哥战风 给您下的药 这么多年 她一直被着您秘密约见到 慕容儿 敢骗我 且要付出代价 少主 慕小姐吵着要见你 让她进来 阿絮 阿絮我知道错了 我只是太爱你了 才一时鬼迷心跳 做了那么多错事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看在小满的份上 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好啊 你真的肯原谅我 哦 对了 过几天 是你的生日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准备一份大礼 昨晚我一定是疯了 才会和詹绪睡 叶薇蓝 张一凡 你想干什么 薇蓝 昨晚的事儿 对不起 你能让小叔不要把我赶出公司吗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 当年的事儿 都是叶海棠搞的鬼 是他勾引了我 还设计在我们婚礼的前一天晚上 设计你逃婚 让我误会了你 我就知道是他错了 叶海棠不是你的妻子吗 你干嘛都有说这些 他又蠢又坏 歹毒至极 连你的一根手指道都比不上 朕一凡 朕一凡 敢打我 我给你脸了是吧 朕一凡 你没有良心 我尽心尽力为你着想 结果你竟然为了讨好这个贱人 毫不留情地贬低我 真是一出好戏 演过了吗 我可以走了 叶未来 你别走 又不是我骂的你 我就想给你看清楚 他的真面目 按道理 你应该感谢我 再送你们一句话吧 婊子配狗 天成地 穆小姐 这生日会是 朕总专门为你准备的 他该不会是向你求婚吧 到时候你成为了 湛家你主人 可别忘了我们哟 别这么说 事情还不一定呢 等我如愿嫁给了湛婿 再去医院弄死湛小满 这样就没人知道 我和湛峰的事 叶未来 你来干什么 是我让他来的 叶未来 我请你来呢 是想让你认清楚 自己的身份 不属于你的东西 千万不要妄想 穆小姐 你说的是湛先生吗 你这么在意他 可他有真正地 看过你一眼吗 你 穆小姐 燕会开始这么久了 湛总怎么还没来啊 湛总应该是给穆小姐 去准备结婚戒指了吧 哦 穆小姐 湛总在酒店天台等你 叶会都开始了 你怎么还没来 你约我来干什么 湛峰 怎么是你 阿絮呢 装什么装 小妖精 你把我喊来 是不是又想要了 湛峰 怎么是你 阿絮呢 今天是你的生日 不要提他 小姐 请你喝杯酒 嗯 她不想耍你这个脸 哎呦 湛总 什么意思 以后 不准你和别的奶 喝酒 凭什么 凭什么你一会就知道 今天 是穆小姐的生日 我专门 为她准备了一份礼物 没想到 她是这样放荡的女人 跟卫侯夫的大哥搞在一起 就是 真恶心 叶卫兰 是不是你设计的 我可没有空针对你好不好 除了你还会有谁 贱人 穆柔 你真可惜 阿絮 是她 是她给我的 阿絮 求求你相信我 我没有我爱的人 只有你 那你怎么解释 我的水花会出现在 叶卫兰身上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你现在带的水花是我的 叶卫兰 你是怎么得到的 原来我一直在找的男人 就是湛旭 可他是小满爹地 我不能破坏他们家庭 是我捡的 真的吗 我绝不能让战旭知道 五年前那个女人就是叶卫兰 不然小满的事就瞒不住了 阿絮 阿絮你听我解释 不用你的声音破我 很快 你就会知道骗我的袋子 阿飞 带走 不要 不要阿絮 放开 小满 你快听听你爹地 救救妈咪 我没有你这种 连自己青少女儿也要害的妈咪 救救妈咪 过来 过来 爹地 那天是大伯把我推下楼大 爹地 那天是大伯把我推下楼大 小满 你怎么可以污蔑大伯呢 我和我干爹都是人症 你和母柔儿也要找人在医院伤害小满 要不是我聪明 我及时打电话喊干爹过来 小满就出事了 湛总 韩宝说的都是真的 爹地 大伯和妈咪 因为我装破了他们的丑事 将我推下楼梯 就连我进了医院 也不肯放过我 妈咪真的太坏了 小满 不要哭了 她呀 不是你亲妈妈 这是刚得到的亲子鉴定 小满的妈妈是谁 说呀 我想了她这么多年 我就是她妈妈 你说说 安正 不管用什么办法 把她的嘴撬开为止 小贱人 费心不死吗 老爷子 我到底哪里不好了 你迟迟不让我进张家的门 你不配 我不配 叶维兰她就配了吗 她可是战亦凡的前卫婚妻 却跟自己的前卫婚妇的小叔子搞在了一起 这事要是传了困惑 看你们战家还怎么在精诚立足 再走 战风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亲弟弟吗 爸 我都是为木柔二给迷惑了 才会做这种事 小满的事呢 你以为我上了年纪就好欺负吗 滚 爷爷 爷 舅舅您看在我爸一时糊涂的份上 您就原谅我爸吧 小叔 您就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 您就原谅我爸这一次吧 小叔 还到小叔那儿求情 两个不孝的子孙 滚 哎 叶薇兰啊 我不管你跟阿絮什么关系 你现在身边还带着一个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知道是谁的孩子 所以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接近阿絮了 战老爷子 我对家入战家毫无兴趣 韩宝 我们走吧 爸 我喜欢叶薇兰 爸 从今天开始 我会主动追求薇兰 我不同意 多谢湛总的厚爱 但 薇兰的未婚夫 是我 既然这个指环是你的 我现在物归原主 过段时间 是我和少男的婚礼 我希望你能来参加 走吧 爹地 我不是慕容儿的女儿 是不是也不是你的女儿啊 谁跟你说的 我们做过亲子鉴定 你就是我的女儿 那我的妈咪到底是谁啊 湛旭 我要你找到满满的亲生母亲 只有找到了她 她才是我们战家真正的女主人 懂吗 我这辈子只碰过五年前那个女人 只有她才是小美的亲生母亲 而易薇兰身上有我的指环 难道 爸 季凡 爸爸这是怎么了 你还有脸问 要不是你必走 薇兰 他怎么会喜欢上小树 现在小树要把我和我爸 全都赶出家门 你满意了吗 叶海棠 我们离婚 离婚 那小树怎么办 你不能这样对我 叶海棠 当初要不是你 趁我和叶薇兰吵架时 趁机爬上我的床 我根本不会娶你 你满意满 滚 谢薇兰 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 那我也要毁掉你最珍贵的东西 对不起啊 刚才 刚才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是我利用你欺骗了湛旭 薇兰 湛旭就是韩宝的亲生父亲 对吗 刚才在宴会上 我说的话都是真心的 请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对你好 对不起 少男 我很感激你这五年 对我和韩宝的付出 但是 这不是爱情 蔚兰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看着你 暗恋战一番 跟他订婚 又被他和叶海棠 联手伤害 现在又看着你 爱成了他小树战旭 拜拜 可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回头看看我呢 小满找我有什么事 韩宝你看啊 你没有爹地 我没有妈咪 我们是不是可以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啊 你爹地太渣了 配不上我妈咪 爹地才不渣呢 他只有我亲生妈咪一个女人 而且那都是五年前的事了 除了孟终儿那个坏女人 连秘书都是男的 如果爹地只碰过五年前那个女人的话 那这小马 小马 把你出生年月报一下 大马 算八字 我好无聊呀 妈咪要不我们出去玩吧 三二一 你给我滚在转我的车 怎么是你 叶月兰 你不会被那个郭少男给抛弃了吧 用这种方式 重新让我认识你 你放心 就算全世界男人死光了 我也不会看上你 就是乱世 你装了我的车 现金还是刷卡 我的车也被挂了 你怎么赔啊 这张卡有五百万 密码六个零 给我赔了吧 哎 还是我家少男好啊 不仅不要我的钱 还给我钱呢 怎么办 我越来越爱他了 与贵兰 韩宝已经跟我说了 你根本就没有跟他定过 对不起妈咪 韩宝当时是白蚕叔叔的美色迷惑了 就算没有顾少男 我也不会看上你 小满再见 为什么爹地和韩宝 都要接我的头发 把这个拿去做亲子鉴定 后来写给我第一时间告诉我 是 嗯 威兰姐 妈妈找你有事 少主 不好了 木柔跑了 木柔啊 怎么是你 这是得问你那个好妹妹 为什么帮我从战旭手中逃掉 还把你约出来 叶薇兰 这世上人这么多 你怎么就不死了 连自己都见不得光 还敢斗我狂吠 你 叶薇兰 五年前你在医院还生了个女儿吧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我还找人除掉你 没想到你命这么硬 居然还活下来了 嗯 只是可惜你女儿 你给我女儿做了什么 我亲手掐死了她 五年前跟续睡的人本该是我 却被你阴差阳所替代 那就让你女儿的命来尝好了 木柔啊 我要杀了你 杀了我 杀了我 你就永远都别想知道你女儿埋在哪里 相反 你还会失去你的宝贝儿子 你 你什么意思 我劝你啊 赶紧回去看看吧 汉堡要是有什么事情 我让你下地狱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开心 请稍后再拨 莫拉 听说木柔把你约出去 没对你做什么吧 展薛 木柔要对汉堡出手 她肯定是出事了 先打个电话问问 爹地 汉堡为了保护我 被坏人抓走了 别着急 会找到的 她会没事的 我先打电话 木小姐 我们只抓到一个小男孩 另外一个小女孩跑掉了 废物 赶紧把她送上飞机卖掉 妈咪现在肯定在想办法救我 我绝对不能上飞机 这娘呢 这娘们脾气还挺大 干完这一票 咱们后半辈子 就能吃香的喝辣的了 忍忍吧 小崽子 你怎么了 药 我要吃药 什么药 在你身上吗 我放在家里了 我把处方写给你 这个药只能在 市中心医院才能买的 你赶紧去 这小崽子要死的 我们都拿不到钱 市中心医院离这也不远 你就跑一趟吧 行 希望叶医生能发现药丹的不对劲 别担心 汉堡会没事的 慕容 你把我儿子帮到哪里去了 现在知道来求我 其实我也不想要小杂种的命 我只要阿絮 只要他肯跟我结婚 我就放了你儿子 你做梦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小崽子已经被我派人卖去了棉北 现在估计已经在飞机上 不知道他被人打腰子的时候 会不会哭着喊妈妈 丹萱 你快点跟这个疯女人结婚 我求你了 薇兰 你先冷静点 别被他骗了 你们好好想想 棉北是什么地方 叶涵要是去了那里 不然手段脚都是轻的 多惨啊 别 我就是要说 叶薇兰 我要你的儿子死无全尸 我也要你痛苦一辈子 喂 薇兰 寒暴已经找到了 我现在带你过去 你去哪儿 我想知道那个小崽子下落吗 喜欢送人去棉北是吧 我先送你过去探探路 小崽子 你竟然搞假药单骗我们 老老实实给我上飞机 否则要鸟 站住 站超 怎么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抱歉 我偷听到我妈咪给木儿儿打电话 这才知道绑架你的计划 她也有份 我这就来救你了 你不是不喜欢我吗 怎么来救我了 上次我把叶阿姨推下楼后 我心里很愧疚 现在救了你 算是扯平了 你这兄弟我认了 小兔崽子给我上去 把我儿子给交出来 木儿儿可是花了大价钱 要你儿子的命 放了他 我找谁拿钱 木儿儿已经复发了 你最好放了汉默 不是 我让你死无葬身去 你们让我没钱的 我就和那两个小崽子同为一计 救命啊妈咪 小崽 你怎么会在这里 动别动 车上抓耳炸弹 小崽子在我手里 只要我摁一下 这两个小崽子就会炸车油降 别冲动 有话好好说 爹爹 你快讲讲办法呀 你先冷静点 你要多少钱 我全都给你 给我一千万 再给我准备一辆植人机 送我出国 否则 我就和这两个小崽子同为一计 好 我都答应你 放开我 放开我 去死吧 小崽 愣着干什么 救孩子呀 抓住他 为了救小崽 连命都不要了 我是否应该给他一次机会呀 谁让你下来的 你凶什么凶嘛 这叫凶啊 一会儿让你看看 什么叫凶 妈咪 你吓死我了 疼不疼啊 妈咪没事 来 对不起阿姨 你不顾危险救了我 可我上次 没事 小崔 阿姨并没有怪你 少主 怎么处理 带走 别动 没事 为了 倒是小满他 他不会又是的 倒是你 这条腿栽不上药 就废了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行了 老实坐着 轻一点 很疼吗 我轻一点 小孩子别看 容易长真眼 小崔 妈咪听说你被绑架 没受伤吧 快让妈咪看看 我没事 叶薇兰 小崔被绑架 是不是和你有关 不许你欺负我妈咪 你弄够了没有 跟我回去 别在这丢人心眼 战一凡 我才是你的妻子 你居然护着这个扫把心 要不是因为她 小崔怎么会被绑架 妈咪 十字愿气就严寒的 跟叶阿姨无关 小崔你说什么 妈咪 叶阿姨是个好人 不像你和外婆说的那么坏 请你不要再伤害她了 你要对威蓝 做了什么呀 叶薇兰 你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 离婚汤 为什么现在连我儿子 都吓着你 叶阿姨 你根本不配做 展超的妈妈 没必要跟这种人废话 阿飞 带她走 交给锦润 一帅 一帅 你救救我 我不要去坐牢 小崔 你帮妈咪救救起 小叔 爷爷要派我去非洲历历 我想把小超托付给你 我们去外面说 等我一下 威蓝 其实她是你的女儿 其实她是你的女儿 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我亲手掐死了她 五年前跟续睡的人本干事 我却被你阴差阳所替代 那就让你女儿的命来尝好了 不会 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妈咪 再等等 马上就会知道小门是不是你的女儿 叶老师 谢谢你送我回家 乖 你刚出院需要好好休息 我先回去了 嗯 詹蓄你什么意思啊 你可以留下来吗 不行 妈咪你终于醒了 脑袋还晕不晕啊 要是 是我爹地书写救了你 要不要以身相许呀 小门 你爹地要娶的是 你的亲生母亲 我跟她是不可能的 啊 汉堡 我们回家吧 叶小姐 少叔吩咐过 在您身体好之前 你哪都不能去 如果我们非要出去呢 那就得罪了 妈咪你身上的毒还没解 还需要战叔叔给你收血 再惹一惹吧 对啊 叶老师 你打不过阿飞叔叔的 你还是留下来吧 汉堡你别怕 我现在就打给你干爹 让他叫人来战家 我不信战旭不放人 离开战家之后出国 我们再一步回来 嗯 汉堡 我舍不得你和叶老师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走 在妈咪和小满亲自先听 结果没出来之前 我不能让妈咪离开 你别着急 我有办法让妈咪走不成 嗯 嗯 妈咪 这是我和小满倒的果汁 快喝吧 你们怎么笑得不怀好业 老师交代 你们在外面是不是闯祸了 怎 怎么可能 寒冒怎么回事 你的药该不会是假的吧 不可能啊 阿敏头晕吗 只是有点不舒服 我去洗个澡 糟糕 我可能拿错药了 小满你在这边看着 我去找几药 哼 撞合爹地和叶老师的机会来了 我的衣服呢 爹地 叶老师找你 叶老师不是在浴室吗 找我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进去看看吧 谁让你进来的 小满让我进来 小满这么小 肯定不懂这种事情 肯定是你指使的 对不起药 是我错了 你别生气啊 叶老师 她没事好心 肚子疼 韩宝 我这是不是有问题 对不起妈咪 我本来想给你喝昏睡药 做真理出国 没想到你喝的是解药 可真是我亲儿子 原来小满真的是我的姐姐 是妈咪的女儿 妈咪要是知道姐姐没死 一定会很开心吧 少男 你说什么 韩宝出卖了你 你被战畜的人给带走了 韩宝 你又做了什么 妈咪 我只是把你和干爹的计划 透露了一点点给战叔叔 没想到他这么坏 居然派人拦住干爹 不让他过来战家 叶维兰 你给我滚出来 谁让你把你亲妹妹送去坐牢的 她做错事了 自然会受到惩罚啊 还让她心地善良 怎么会害你啊 如果你女儿没错 为什么会在监狱里 你身为她的母亲 不仅不以她为耻 还来找我妈咪的麻烦 连我一个小孩子都不如 韩宝说得对 大人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小杂种说话了 我不是小野主 我有爹地 爹地 都不知道是哪个野男人的 要不你帮他找出来 我爹地就这个酒店的主人战畜 韩宝你别乱说呀 叶维兰 别以为战总让你做小满的钢琴老师 你儿子就会乱人变 我倒是想听听 他为什么喊我爹地 韩宝胡说八道而已 战总不会真的以为 韩宝是你的孩子吧 韩宝 你先说 战叔叔 这是我上次用你头发做的亲子坚定 你确实是我爹地 你为什么瞒着我 你这个烂娇男 你都和别的女人有小满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一个烂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这辈子只碰过你一个女人 小满 她是怎么来的 她是你的女儿 小满 妈咪对不起你 妈咪一直以为你死了 小满终于有妈咪了 以后我们一下思考 永远都和你 叶维兰 你可好本事啊 带着个小野种 还勾得上亦凡的小叔 够了 就因为我是你和前夫生的女 从小到大就不喜欢我 我认了 但现在 我已经有了我自己的孩子了 我绝不允许别人侮辱我的孩子 你要自己走 还是我找人请你走 你把海灯放了 否则 我今儿个就不走了我 阿飞 带她走 住手 老爷子 你可来了 叶维兰她是我生的 她什么德行 我最清楚了 她配不上战总 刚才你们大家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叶维兰 我们战士家族的骨穴 不能流失在外 嗯 这是一千万元的支票 请你收下 我保你日后生活 衣食无忧 但是你必须放弃对小满 含宝的抚养权 小满和含宝是我的孩子 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 爸 我这辈子 就是你为了 请您沉求我 哎呀 老爷子 为了战家的安宁 您可不能心软呢 好样的 我的好儿媳妇 你经受住了考验 老爷子 闭嘴 再说我儿媳妇半句不是 我割掉你的舌头 赶她走 老爷子 不许再让她 进站下一步 阿絮啊 爸 你们赶快把结婚正领了 找一个黄道吉日 把婚礼办了 现在就去 卫兰 我喜欢你 请给我一个 照顾你的机会 少南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 卫兰 湛逊 你又想干什么 对不起 上天吵了这么久 我会用余生来弥补你 可以嫁给我吗 答应他 答应他 湛先生 待在我手上吧 送你们俩了 谢谢 湛先生 你愿意娶叶小姐为妻吗 我愿意 叶小姐 你愿意嫁给湛先生为妻吗 我愿意 新郎 可以亲吻您 美丽的新娘了 以后 可不去赌戏 再把试换扔掉了 知道了 叶小姐 你是不是 该履行一下 当妻子的义务了 阿旭啊 爸 贵兰 你们结婚这几天也够辛苦的 我让厨房给你们准备点补汤 你们俩好好补补身子 爸 我不需要这个 需要需要需要 这是爸对你的关心 喝吧 老公 你刚才叫我什么 老公 好 为了这生老公 我干了 没想到 爹地还是个老婆弄 爹地星星 你懂什么 天大地大 老婆最大 喝酒 你走趟一把火 祝我梦想要温热 哈哈哈哈